怎么饭都不好好吃 我想吃了点来个的事 手里的饭突然就不香了 饭都吃不香了 难道牛牛是到了年轻小伙都会有的思春期 才没有 你看我就只有一碗饭 作为我看公道距离的皇上吃过饭 一百多道菜 可无的是每道菜都只吃一两口 一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我做饭不香了 不至于 毕竟人家可是皇上 哪能比 那我来给你讲讲这皇帝跟菜肴之间的一点小知识吧 你就慢慢吃 平民百姓流行一日一餐或一日两餐 皇帝们则是享用一日四餐或一日五餐制 又加上不少古装剧渲染 同学们似乎都认为 皇帝每餐菜品种类繁多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 各种山珍野味 飞禽走兽 皆会成为玉桌上的食物 以慈禧太后为例 他每餐必须要达到108道菜肴的标准 即使皇帝们犹如日本相佛选手那般榜大腰圆 饭量惊人 可一个人无论如何 怎么也吃不了这么多的菜肴 吃啊 有吃不味 这不是浪费吃物吗 还不如给牛牛吃 你现在的饭都没吃完 还想吃御膳 可拉到吧 皇帝一天要吃四餐的习惯也能理解 日理万机的统治者 皇帝们不仅要处理好国家大事 有看不完的奏章 还要处理好后宫妃子们的关系 多吃点 及时增补营养 也能让皇帝积攒更多的精力 历朝历代的帝王喜欢的御膳种类却有不同 拿周王来说 偏爱小米 皇帝等主食从周里便能看出 周朝与春秋和战国时期崇尚十不厌经 受制于条件所迫 最精美的饭菜也不过是以烤肉 肉腐生鱼片为主的八真 随唐时期 皇帝们御膳种类还有奢侈程度 比之前辈们精美不少 宋朝是我国经济发展 比较好的一个朝代 清和郡王府御宴 吉南宋名将张俊宴请宋高宗时 百出196道菜 包括文菜 看菜可以看出对美食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了 经过唐宋时期发展 御膳的种类以及精美程度又有所提升 到了明清时期 皇帝们大多喜欢一些平民吃食 乾隆48年 北大营总管萧云鹏安排的膳食 就十分接地气 有量排骨 量肉 拆鸭子 青油卷等美味佳肴 各朝各代的御膳 其数目都非常繁多 少则三四十道 多则上百 如果没有吃完 那下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吃不完的菜肴呢 毕竟古代没有冰箱 食品宝藏条件非常简陋 自然是不可能留到第二天 周王纳会除了早饭 是大厨们精心烹调 采用鲜美食材制作之外 午饭 晚饭都是早上吃剩的饭菜 重新热热又摆上桌面 此后的春秋战国以及两汉时期 统治者皆遵学上古周礼 一日四餐有三餐都是剩饭剩菜 那么周治汉朝时期的御膳 大多被皇帝们自产自销 即使有时候剩余 也会当作废品处理掉 宋代时期 御膳菜品种类众多 依然是自产自销 没吃完的余下菜品 多数次给王公大臣与后宫嫔妃 根据清代文人所作笔记 明清皇帝太后吃饭排场很大 每餐都有上百道菜品 皇帝真正爱吃的 无非也就是离自己最近的几道菜品 用完餐 桌上还剩下十之八九的剩菜剩饭 这些菜肴一部分也是像宋朝那样 赏赐给太监 宫女或其他大臣 一些卖相不佳且反复加热多次的菜肴 被宫女和太监们卖到宫外 品香好的菜肴自然是价高者得 饭装将其收购 还能在门口挂出今日供应御膳的血头 而一些早已腐烂变质的菜品 只能卖给走大街串小巷的商贩 小贩将菜品收容回去后倒入大锅里 放入其他味精酱汁煮成满满当当一大锅汤更糊糊 普通百姓只需浇上三门钱 便可以从锅中捞两勺食物 至于能不能捞到肉食 那要看每个人的运气了 总的来说 历朝历代针对吃剩的御膳 处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吃多吃不味为什么还要煮那么多呢 我也没当过皇帝 没办法理解 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 历代帝王对口腹之欲都很重视 他们凭借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 亦使各地的明楚 炙炼天下四方美食 形成了豪奢精致的御膳风味特色 而御膳也经历了一个有简约到奢侈的过程 尤其是清朝时期 御膳不仅用料名贵 而且注重赚品的造型 越是清朝后期 皇上用膳就越铺张浪费 比如什么千首宴 规模最盛 排场最大 耗资也是最巨大的 除此之外 为了应付皇帝的不时之需 御厨们往往半天或者一天 以前就把菜肴做好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就曾有描述 御膳为了在皇帝下令时 迅速地将菜肴摆到桌上 经常提前半天基本就将菜煮好 没在照上保温 菜的口感也不是特别好 御膳也是封建时期遗留的产物 但他也见证了中国烹饪艺术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越来越多了